大家好,这里是ptstudy,真题讲解,retail lecture部分,这篇文章呢,讲的内容是盔甲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篇文章它的篇幅呢,其实并不长,篇幅相对比较短一点 但是里面有一些单词的发音可能是我们需要注意一下的 比如说呢,imperial,帝国的,下面是armory,armory是兵器或者说是兵工厂 像是madrid,皇家马德里,马德里,还有什么呢,monarchy,monarchy的意思呢,是什么呢,那就是君主制 好了,我们开始看这篇文章,这篇文章一开始的时候呢,就在介绍我们的lecture,在做自我介绍 介绍它叫什么名字,并且呢,它现在是curator,是一个national gallery of art的curator 并且呢,他们现在展出了一些真品 文章中呢,也具体举例子这些真品有什么,比如说权力的艺术 皇家盔甲 还有呢,西班牙帝国的肖像 接下来呢,又说到了 这些呢,来自于皇家马德里的皇家军械库 皇家军械厂 并且呢,他们从什么时候呢,来自的年代呢 从15世纪到17世纪,包括了一些最好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盔甲 并且呢,由世界上的一些能工巧匠和艺术家所制造成 他们呢,是西班牙之花 接下来又说了,这是阅兵盔甲,另外一种盔甲 他的制作呢,是为了炫耀 而不是战斗 在形式上呢,他回顾了世界锦标赛 形式上呢,回顾了世界锦标赛 并且呢,回顾了格斗和高尚的姿态 在钢结构的图形中呢 钢结构的图形中呢 有一些非常不同的东西 那就是呢,这是一场非常微妙的广告活动 广告呢,宣扬的是什么呢 宣扬的是西班牙君主制的野心 和那个王朝时期的野心 当然了,那些佩戴他的人呢 非常严肃的看待 非常严肃的看待什么呢 非常严肃的看待神圣、罗马和帝国这三个词 以上呢,就是这篇Retal Lecture的一个主要内容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往下看 我们可以看到这篇Retal Lecture的内容呢 其实是相对比较散一点的 没有一个特别的一个逻辑结构 所以说我们直接看参考答案 参考答案在这里 大家呢可以自己试着练习一下这篇参考答案 这篇参考答案说下来 估计时间刚好30秒多一点点 如果大家有自己想增加内容的话 完全是可以加进去的 好了,如果大家练习结束之后呢 我们这篇Retal Lecture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